2018年已经过半,医疗行业发布了哪些重要政策? 注意台咨询,组编的第二季度颁布的行业政策,分医疗和医线两方面,将影响力和行业投热度高的政策予以归组,供大家回顾上半年政策导向。 第一季度政策规总详细文末,医疗,事号,01,发文,机构,规划与信息思,发文,时间,节度,事号,02。 关于应发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通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节度,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是指在诊疗活动中,对保障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根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共识八项,守着负责制度,三级查房制度,会诊制度,飞机库里制度,值班和交接班制度,医难病例讨论制度,即微容患者抢救制度,数前讨论制度,死亡病例讨论制度,查队制度,手术安全核查制度,手术分级管理制度, 新技术核心项目准入制度,为极致报告制度,定义管理制度,抗菌药物分级管理制度,临床用血审核制度,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序号,零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序号,国务院办公厅,节度,一,二,三,四,序号,零四,关于应发母婴安全行动计划,2018年到2020年和健康儿童行动计划,2018年到2020年的通知,节度,两个行动计划都明确以提升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为招手, 全面提升母婴儿童健康水平,而在未来三年内,加大复科,儿科临床专科电设,配器相关设备,成为文件重链内容。 序号,零五,关于关注实施妇佑健康服务机构建设标准的通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节度,该标准共包括总则,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选址与规划部局,建筑面积指标,建筑与建筑设备,相关指标的又部分内容。 明确妇佑健康服务机构的建设规模应根据区域卫生规划确定的保健人员编制数和床位数确定。 明确妇佑健康服务机构的房屋建筑由云产保健,儿童保健,妇女保健,计划生育等自大部分用房构成, 同时还包括医疾科室,住院,管理,几后前保障等用房。 10号,06,节度,10号,07,关于验发医疗消毒供应中心的, 在类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和管理规划施行的通知。 节度,10号,0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 节度,在具体政策上,坚决停止一切引力为目的, 凭林部队主则主义,单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项目。 其中,医疗、科研、幼儿教育等行业, 主要采取停止项目和知名融合方式处理。 10号,09,医政医管局,节度, 10号,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节度, 10号,11,关于做好2018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基层卫生司,节度,10号,1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节度, 另外,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 于2018年8月前,指定换策落实本意见的实施办法。 一线,关于发布大型应用设备配置许可管理目录, 2018年的通知,节度,按照国务院令第680号, 分别由中央和省级负责配置管理, 与配置管理方式调整前的125管理目录相比, 仅剩下了PEDMR高端及超高端放聊设备五类, 入围门槛由单价500万元才到3000万元, 一类大型设备由五个调整为七个, 入围门槛也提升到了1000万元,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 管理目录设定的原则和思路大致相同, 均考虑资金投入, 使用成本和临床应用风险等因素。 关于验发大型应用设备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实行的通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验发甲类大型应用设备配置许可管理实施细得的通知, 解读, 这两个通知是中国医疗设备发展的领导文件,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年来, 国家对大型应用设备采取一项五管理框架, 来实施和落实大型医疗设备管理, 被誉为医疗设备的国制道法, 这两个文件变质一项五管理框架到核心之二, 其中规定大型应用设备首次配置部的超舞台, 加来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申请更加严厉。 关于促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释放应用的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资法部, 财政部, 国资委,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知识差全局, 解读,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换问TGnews B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